9月4号上午10点半左右 乔治亚州温德市的阿帕拉奇高中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枪击事件 全美哗然 根据乔治亚州执法部门消息人士指出 这次巴洛郡阿帕拉奇高中的校园枪击案 至少造成了4人死亡 约30人受伤 从伤亡人数来看 代价是相当惨烈 按照CNN的说法 上述死伤数目为初步信息 可能之后会有变化 消息人士称 一名学生年龄的嫌疑人已被拘捕 据说年纪14岁 但不清楚该名枪手是否为该校学生 当地学区在美东时间上午11时33分表示 所有学生已经离开学校 交给家长或监护人 消息人士称 该地区的所有学校都被封锁 出于谨慎考虑 警察被派往学区内的所有高中 但目前还没有发生 第二次枪击事件的报告 一些重伤者被直升机转移 还有一些直升机正在待命 另据最新消息 多名执法官告诉CNN 乔治亚州今天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的高中 早些时候收到了电话威胁 乔治亚州执法官员称 阿帕拉契高中今早接到电话 警告称五所学校将发生枪击事件 阿帕拉契将是第一所 目前尚不清楚是谁打了电话 官员也向CNN承诺他们正在积极调查电话 及其来源 根据11 Alive Sky Tracker从宫中拍摄该学校的影片 可以看似乎有一人被运上直升机离开 现场有许多执法消防及救护车辆 也可以看到许多学生聚集在该校的足球场 经历了早晨枪击事件的两名学生 向媒体描述了他们的经历 其中一名叫做马丁内斯的学生回忆到 枪击案发生时他走进教室开始上第二节课 然后正在上课时他听到了突如其来的尖叫声和一些其他声音 马丁内斯最初以为是有人在走廊里玩耍之类的 所以并没有多想 但后来他注意到噪音越来越大 于是当时就反应过来事情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 马丁内斯还补充说当他走到一个角落时 他看到了一些女孩在哭老实在发抖 我当时的反应是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因为如果你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一切就真的都会好起来 最后根据他的回忆警察很快就来了 把他们从教室带到操场上 另一名学生亚里山德拉罗明罗说 他能听到远处的枪声 随着枪声越来越大 学校宣布封锁 他和他的同学们留在房间里大约十分钟 直到当局疏散了他们 与此同时媒体上流传着好几则未经证实的报道 这所高中位于巴洛郡温德市郊区的海蒙莫里斯路 包括海蒙莫里斯中学 Yargo小学及Cadence Academia幼儿园都在附近 现阶段尚不清楚这些学校受到了影响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级的数据 温德是一个距离亚特兰大大约一小时车整的社区 截至2020年 人口普查 该市人口约18,338人 根据学区网站 巴洛郡学校系统是该州第24大学区 学区学生约有15,340名 其中阿拉帕齐高中学生有1932名 此消息已经爆出 引发了全美各界人士的关注 正在新喊布什尔州参加集会活动的民主党候选人 美国现任副总统哈里斯 第一时间针对此事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表示他的心与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同在 他呼吁采取行动遏制枪支的暴力 哈里斯直言 在我们国家 在美国 父母每天都要担心孩子能否活着回家 这真是太离谱了 我们必须制止这种行为 让事情不必这样发展 他还谈到了去年 他如何到职业学校和大学与美国年轻人见面 他说他问过了一群学生 他们在学校时是否必须参加实弹射击演戏 结果每次挤满了人的礼堂 大家几乎都举起了手 哈里斯为此感到非常的遗憾 因为学校里的孩子们 不应该因为担心枪手会闯进教室门而耗费精力 乔扎州州长坎普在社媒X上发文称 他已指示所有可用的州资源 应对阿帕拉契高中事件 他并敦促所有乔州人 跟他的家人一起为巴洛郡 与泉州学生的安全祈祷 现任总统拜登也透过媒体呼吁国会采取行动 并通过突击武器禁令 他说经过几十年的无所作为 国会的共和党人必须最终说够了 并与民主党合作 通过符合常识的枪支安全立法 的确 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 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 有孩子 有亲人 建枪共枪 本就不应该成为一个政治博弈的筹码 这就应该像是一个常识一样 被重视起来 否则这些玩弄权术的政客 终究会自视其果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